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咱们继续东游记 整个中国的行程最令人难忘的 就是想念北京天安门 我爱北京天安门那首歌 从幼儿开始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我也不例外 所以每次到北京 都想到天安门前转一圈 在天安门广场上溜达溜达 在路边的露营石上坐一会儿 买根冰棍 吃根雪糕 吃一瓶北京的老酸奶 这才算没白来了一趟北京 但是这一次我被震撼了 我跟北京的领导说 明天安排车 我去一趟天安门 或者是晚上 一块骑共享单车 就溜达溜达 好多时间没去了 专门去 时间占据的太长 耽误开会 那就趁着晚上凉快去 领导马上给我打断了 说别想了 天安门必须预约才能进入 我说啥 我又不上天安门城楼 我就想到天安门广场上溜达一圈 也需要预约吗 他们说对 需要预约 后来我查了一下 果不其然 必须预约才能进天安门广场 我仔细查了一下是2021年的12月15号开始实施的 进天安门必须通过预约平台才可以 当然了 预约平台有好几个 比如说有北京通 北京日报的APP 北京时间的APP 京城之约的小程序 这就是指微信的小程序 或者你去登陆天安门地区管委会的门户网站 还有一个专门的什么预约专栏 总而言之 你必须预约才能进天安门 这是对我来说是一大震撼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你比如很多人这个business trip 商业旅行 或者是回国休假就这么几天 只有那个时间能去天安门 你不预约啊 他就去不了了 那我一看我预约是来不及了 那我说 那我骑自行车路过一趟总行吧 他说不行 那也得预约 查你的身份证 或者查你的护照 必须得有相关的证件才行 只有一种情况 不需要预约 也不需要别人查你的证件 那就是你坐在汽车里面 沿着东长安街 西长安街 鱼灌而出 鱼灌而入 车上看一眼 那不需要预约 那领导说你 我给你这么安排一下 我说那算了吧 那算了吧 看着一眼干啥 看了以后心里更想念 更难受 那就像你跟我说 我有三年没见的女朋友 这样吧 给你看张照片 就算见了吧 那哪行啊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办呢 是不是 干脆天安门这次 我就没去 那我一定要下次 约好了 在那好好地逛一逛 所以我相信啊 到北京去 没有能够实现 看一眼北京天安门的人啊 不少 不少 那这个事情 有什么聊的意义呢 我认为 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进天安门必须预约 是2021年的12月15号开始的 按照北京市的有关 新闻的播报 说 为什么要实行预约参观 说啊 北京天安门广场 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 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 首要窗口 这些都没问题 我们都明白 对吧 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借鉴其他景区展馆 通行预约参观浏览做法 实施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测试 能够更好防止顺时大客流 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 保障公共场所防疫安全 引导游客合理安排出现计划 积极营造天安门广场 良好参观环境和游戏游览的秩序 继续提高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游客的参观游览体验 大家看到没 这个事情出台 是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 才实施的 但是问题是 疫情已经没了 这次去国内 戴口罩的人很少 年轻人更是很少 大家都已经把疫情这个事 当成一个大感冒 甚至赶不上一个大感冒来对待了 得了 你就在家休息 没得 你就挨干啥干啥 根本就不是个事了 那为什么疫情已经没了 常态化防控要求天安门广场 预约这个事还坚持了呢 这和疫情这三年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pattern 一个模式是一致的 那就是先用 疫情防控的借口 实施比较严格的管控 等到你习惯了 你也不 得不得在那里埋怨了 他把这个防控的措施 常态化 他就不取消了 你看 这个预约参观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 当然这个事情 也没有搞得特别的极端 比如我刚才说了 你坐车过就不用 还有呢 就是 你一个人注册 可以搞六个人的预约 一个人预约七个人 所以你要一组人 一个人预约就可以了 你不用每个人都去预约 很麻烦 然后旅行团呢 有旅行社操作 个人无需预约 还有其他的老人啊 中小学生啊 残疾人啊 都可由亲友代为预约 也可以由工作人员协助预约 那更关键的是 如果你本来就买好了 或者预约好了 天文广场上的一些这个 大型景点 比如说国家博物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革命博物馆 这个中山公园什么的 这些你只要这些预约好了 你就不用重新再预约天文广场 因为那些地儿都在广场里头 你只要给这个工程员瞅一眼 他就让你进 所以这次没有看到天安门 而且知道得预约 对我来讲是一个 比较大的思想震撼 为啥 总的来讲 我认为预约制啊 是一个好制度 它让人们有计划自己的出行 你一定要计划 不能想一出是一出 而且这一次呢 不光是北京哦 上海南京 中国的北方 山东河北 好多城市啊 都必须预约 什么博物馆啊 什么这个 某某某广场啊 重要景点啊 都得预约 不预约 你就甭来 当然这也和 暑期啊 学生放假了 人员 游览人员 暴增有关 这里面啊 确实有好处 就是啊 要可控 可控 但也有一个 特别不好的地方 在什么呢 就是说 它给你很多灰色区域 那你比如说吧 我想去南京 看这个啊 遇难同胞纪念馆啊 没票 没有票 怎么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都没票 去不了 那这次来南京 不就白来了吗 去不了 但是啊 导游跟我说 别看名义上说没有啊 你到当天早晨 比如说你想 星期四去 当然等到八点开始 你就上那个 微信小程序 你去抢票啊 你要抢到了 当天你就能去 抢不到 还是不能去啊 这就奇葩了 因为我们这些人吧 脑子就是一根筋 你要说有 我就来 你要说没有呢 我就不来 你要让我去抢 你说我这一天 从头一天晚上开始 就开始睡不好 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抢 抢得到 再说了 我弄一个代表团 如果抢到三张五张 剩下的这些人怎么办 我们到底要不要 安排整个啊 这个代表团的行程 去啊 这个某个景点 这些都很难操作 留下了太多 模糊的 四十而非的空间 所以我认为这个早上 抢票这事不合适 我建议取消 有 你就给我 没有 拉倒 但实际上我也发现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个 说一套做一套 我呢 是抢到票了 但是 等我到现场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导游啊 他的手下的团里面 很多人没抢到票 没抢到票 跟前面那个保安 或者说前面维持秩序的人一说啊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通道 也让他们进去了 所以我就看着更奇葩了 就是弄半天我连抢都不用抢 那你说你让我紧张着 头一天晚上到现在都24小时了 就为了这个形成的事情 心里不踏实 显示好像没必要 就是在中国啊 很多事情 他还是啊 你得有一定的灵活度 你呀 不能take for granted 不能他说啥 你就信啥 你如果那样的话 你哪也去不了 你比如说这次 你要说不预约就不能进 那你歇菜了 那你哪都去不了 事实上很多地方 还是可以进 但是通过天安门 通过南京 都发现一个特点 是啥呢 第一 疫情防控的措施啊 没有取消 再一个 外国人 包括海外回来这些人 那确实是不方便了 对你管控的更严了 你比如说 你这些 这些APP 这些小程序 进去 他得让你输各种各样的个人信息 让你让你去预约 你外国人 首先 他这个界面不是十分友好 他不都是中英文 更不用说法语 西班牙语这些了 没有 你看得懂你就约 看不懂啊 你就别约啊 再一个 你填那么多奇葩的信息 你也不一定 那个时候啊 都有这些信息 所以啊 整个预约管控的结果就是 外国人啊 在北京的日子 在中国的日子 越来越难了 当然 从这个角度讲 这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象征 想当年 外国人在中国多牛啊 是不是 拿一个什么购物券 可以去 有一商店买 我们有钱都买不到 买不到的那些东西 那叫一个牛叉啊 人家这个交个女朋友 交个外国人啊 那主动三代都觉得祖坟冒清烟 在外企工作啊 拿钱又多 怎么怎么样 那也是极其牛叉 得说起这个了 你看这个秦刚啊 秦刚的同学写了一篇回忆他的这个文章 秦刚当年也好显牌 显牌什么呢 他那个年代 中国还是相对落后的啊 他去了一个外资单位啊 他就跟大家显牌说 你们说在哪听音乐啊 最爽最舒服 别人都猜不出来啊 说啊 在咖啡馆吗 在自己家卧室吗 还是找一个正面的音乐厅啊 他说不对 当然应该在奔驰里听音乐了啊 你看他啊 当时他有这个条件 跟着他的老板 坐奔驰 所以把门一关 里边听音乐 那叫一个爽啊 奔驰里那个音乐啊 立体声三维 这大大的 一般的中国人 别说一般中国人了 中国一般的部委 国家干部啊 都没这个条件 他就有这条件 所以那个时候啊 外国人或者跟外国人 粘标的一些人和事啊 他都有特殊的待遇 现在没有了啊 不但没有了 你外国人啊 还得在中国好像还得得得瑟瑟的 你得到处小心 你得到处小心 是吧 特别是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新闻记者 你到哪一说你是记者 人家首先来围攻你 你看那个不管是天津这个爆炸案 还是河南郑州的这个大水淹了 那些老百姓淹的五迷三道 淹的个半死啊 也饿个半死 醒来以后第一个念头 不是先找吃的先找喝的 你看周围有外国人 你们是干啥的啊 说我们外国记者来采访的 我立马围攻啊 说啊 你为什么又来妖魔化我们河南 我们河南啊 这个大水来的好啊 没有这个大水 哪显示出我们这个啊 当中央对我们的关心 哪能显示出啊 河南拉百姓啊 血浓于水 虎强管主 是吧 哎 外国人就是来 就是来污蔑啊 搞我们的 所以我他们饿死 我也我也 我也得把你们弄走 所以外国人啊 在中国啊 超国民待遇 优惠的待遇 没了 当然 这也是人间的常态 凭啥 这个外国人在中国就得特别牛啊 是吧 没这个道理 当然了 这是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你到了什么河北啊 山东啊 什么这个辽宁啊 吉林啊 这些 我觉得还是不行啊 外国人好像还是高人一等 你没看那个山东 山东大学啊 给每个非洲来的留学生小伙子配三个学伴嘛 还得配还得是女生 得是异性 哎呀 配的这个 这叫一个周到 生活想的那叫一个全面啊 这在别的国家 在别的城市 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建议这些打算回国的朋友 任何地方你一定要早计划 早预约啊 能主动一点就不要这么被动 你不像他们当地的啊 或者是说河北到河南 湖北到湖南 这次预约不上 下次可以再来啊 你这回去 回去这一趟太折腾 所以想去的地儿 你一定要预约好啊 不然的话 就会非常的遗憾 非常的麻烦 那这两天啊 做了好几期这个冬游记了 有朋友在后面留言说 你啊 至少要做二十集 我们听了才过瘾 因为很多人啊 这么多年没回去啊 想了解一些情况 不但有这种实用性的 还有这种思想性的文化性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值得和大家分享 当然观众朋友的一些意见 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鼓励 比如说上一期我做了啊 半移民想出国 这个观众他爸啊 要向上级举报他啊 这个事情就很典型 就是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 经历不一样 思想深处 灵魂深处的理念 也开始慢慢的不一样 怎么和老一代人相处 我在上一节节目里 分享了我的经验和教训 有很多观众留言 也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这位说 这期节目很有深度 赞 你说的这种情况 身边实在是太多了 我自己就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山 应该是上山下乡 我相信观众朋友啊 写的笔物 而且非常痛恨 我身边的所有人都选择忘记 还认为是我啊 太记仇 那首先啊 要向你表示敬意 我们每一段经历啊 都应该是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走向圆满 让我们的头脑 走向更加的智慧 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每段经历都是孤立的 都是命运使人 都是偶然导致的 那这一辈子 你说活到最后 还是脑子是一片愚痴 一片糊涂账 这个不是人生的好境界 那这位很显然 就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当然在这里啊 我也要引用一句话 说了什么呢 叫未经省察的人生啊 是不值得过的 同时同样正确的是 过度省察的人生啊 是过不下去的 我们不能走入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呢 就是我上期节目所说的 哎呦 任何事情 过了就忘 好了疮疤 忘了疼 自己当年怎么被人害的 怎么害人的 就像没发生一样 到老了 仍然是个傻黄田 又傻 皮肤还是那个黄色 还以为自己很高尚 很这个善良 就傻黄田 这种人是大多数 这种人啊 咱就不多讨论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沉浸在自己的精力里 不能自拔 走不出来 那也很痛苦 也很痛苦 我在北美遇到过 欧洲我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华人 走不出来了 走不出来了 比如说 那老爸老妈 当年被老公一枪给毙了 啊 好好的家庭 这个家产给充公了 啊 一辈子走不出来 但是很多事情发生的 它就发生了 向前看 过好它 但是呢 我们不能用 自己改变不了的这个事实啊 去改变之前的这些情节 那就太无聊 太卑鄙了啊 一方面知道自己受过罪 知道谁害了我们 知道我们啊 曾经处在怎样的风险之中 对自己 对人生 对社会 有怎样的误判 让这些误判啊 不要在后面的生活发生 这才是我们 我觉得是应该做到的 还有人有句话 也讲的挺好 他说 那些对加害者感恩戴德的人 除了信息源单一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没有能力离开 如果整天 咎咎于过去的苦难 他们或许也活不下去了 他们这辈子 不管是肉身 还是精神 都不可能出去了 这句话说的 也很妙 也很妙 同时这两天 我还看到一个观众的留言 但我一时找不到原文了 给我启发很大 好像是在回忆 陈丹青还是哪一位 他们之间这种文化大家的对话 回忆什么呢 说有些人 把自己受的罪 包装成一朵花 给自己提供精神动力 比如说好多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害人害己 你看北京雾霾 北京沙尘暴 不都是当年去内蒙下乡的 那帮知青 占天斗地 把好好的森林不留着 铲掉 重庄稼 造成了水土流失 造成了很恶劣的自然生态后果 所以这些人还好意思回忆自己当年是知青 你就拉倒吧 那拉倒吧 你实在是分不清 这个基本的是非 和判断 对吧 这一代人啊 咱就不说了 但是 还有一类人啊 他是怎么样的呢 他赞美过去 怀念过去啊 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项 如果他一旦有别的选项 他一秒钟都不会犹豫 会抛弃他原来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说法 比如说当年这些知青啊 到农村去 是吧 跟老乡一块啊 占天斗地 这个整天折腾 甭管你是优秀的下乡知青 还是你是啊 这个躺平的 不求上进的知青 一旦知道你有回程的机会了 所有人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赶紧回去啊 谁还在乎当年是优秀知青 谁还在乎当年怎么怎么着 谁还在乎 党中央派我来干这几年是对的还是错的 谁还在乎当年自己 毛主席一声令下一挥手 他们都到农村去了 没人在乎 他们赶紧就回程了 那甚至那些女青年是吧 这个跟书记 知书 公社里的 打队里的 不睡几下 不睡这么几次 怎么可能让你回 回程呢 这些都是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 所以现在谈起这些问题了 也有这样一个问题 有些人对过去的怀念啊 对过去所谓的那个正能量 那都是假的 不是他真的喜欢那一套 也不是他真的相信那一套 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这就跟现在 回到国 回国以后发现 大家都 愁美 很多人都愁美 把这个美国啊 说成是万恶之源 万恶之源 这里面就有几种人了 有一种人呢 是天生的下贱 他自己 明天 都还吃不饱了 他就要整天去恨那个 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敌人 还有一个人啊 是穿着明白装糊涂 人家是骗你呢 你像这个 胡叼盘 你还说了吗 在报纸上反美 那是工作 把房子埋在美国啊 那是生活 那你看 人家这些人 就是把生活和工作 分得很开 所以我们现在看 网上的很多舆论啊 包括现在 对对对 这个很多 对美国啊 对日本啊 对台湾的这个攻击啊 那都是这些人啊 赚了便宜还卖乖 在那里啊 就是流口水 在那里啊 开始撒泼呢 你一旦给他个机会 说啊 移民去日本生活几年 去欧洲啊 去台湾生活几年 他会不去吗 他百分百会去 所以啊 这也是让我感受到啊 这个现在舆论的 里面的很多真相啊 咱们啊 要辩证的看 那这期节目 就先到这儿 就是聊天安门广场啊 说你爱天安门 行 缓缓 你得先预约 这是国内一个 特别大的变化 提醒大家注意啊 外国人去北京 你更得打足了12分精神 做好一切准备 才有可能 好 下期节目聊一个更惊悚 更重要的话题 敬请您期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